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八点 早安加分 加开早安 小芬 高热朋友 大家早安 好 关心天气之前呢 我们现在聊聊 快要放春节了对不对 春假对不对 春假 春节 春假 农历春节啦 先春节再春假 很多人就规划旅游的行程 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 他们更加幸福 还多了一个 先寒假 然后再春假 农历春节嘛 对 再春假 对 寒假之前呢 对 小朋友很多假 而且他们会去毕业旅行 对 寒假应该大部分都已经考完了啦 对对对 轻松了 有些已经开始在毕业旅行了 没错 有些毕业旅行是安排在下学期的 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在 11 2月的时候就出去了 现在出去毕业旅行的 比较少一点点 可能要避开人潮啦 对对对 每间学校的举行的时间不大一样 但是现在跟以前的毕举又不一样了 现在差很多了啦 对 现在东马是最轻松的就是给你带到游乐园 像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棒鱼吃草 对不对 老师又不用顾 可是以前好像 那嘉凯的话还有远逐这件事情 远逐 以前我们是小一小二好像是远逐 小学生还会有远逐吗 没有 没有 不是到小三还是小四以上 就是坐游览车 坐游览车 对 那远逐的话都是去哪里 远逐的话是从这个学校走到另外一个学校 就这样子而已是不是 大部分是这样子 不过心情上是不一样 因为不用念书嘛 对不对 这一天不用考试 不用读书 然后到那个学校以后就去那边吃吃喝喝啦 吃自己带的零食啦 零食 甚至带便当去 便当 然后吃完以后再回去另外一个学校 再走回来自己的学校啦 再走回去自己的学校 就这样互相交换嘛 另一个学校也到没学校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以前的老照片 对 可能够起很多人童年的回忆 像是去旅行的话就没有像什么游乐园啦 什么景点啦 没有啦 就是去一些户外的地方 对 因为小学生太小了 一二年级而已 对 就去一些附近的 然后像这种坐在石头上吃个便当 对啊 所以小学一年级怎么形容你知道吗 台语讲叫一年先放晒五万金 我女儿读小学的时候 还曾经第一天去小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好惨喔 有的同学跑一跑跑一跑以后 那个大辈子就漏出来了 你这样子好吗 那个就是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十五六年前了 对 因为老师也很辛苦 所以不能跑太远 静静的就好 对对 这个的话远逐的话要更早以前 现在没有人在远逐了 没有在远逐 像那种是去动物园还比较大一点点 对 这个动物园的话应该比较大了 还有幸运跑到动物园去 这个是凌望爷爷喔 对对 凌望已经好久了吧 对对对 没错 这是之前大家童年的回忆啦 不过现在已经进化了 我们来看看 也是会去动物园 因为动物园是一个教学的景点 是 看动物园 这个不能叫远逐吧 这个应该也是坐交通车去的啦 对 游览车啦 远逐 对不对 逐就是用走的啊 用走的 走远一点啊 叫远逐啊 现在都叫名称会换啦 什么户外教育啊 校外教学啊等等很多 那很多都是把学生带到这个游乐园去 对对对 放风 自己去玩吧 对 老师也比较轻松 现在就是平常大概都是坐游览车 对不对 高级一点就坐高铁 对 没错 再高级一点就搭飞机 真的蛮多出国去咯 这个太有钱了 毕业旅行 但可能是大学生啊 大学生啦 大学生他们会几个朋友就交连 然后就搭飞机出国 这是不一样的啦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 大概六七个好朋友 自己组一个团 租车啦 租车啦 环岛啦 环岛 那也不错啊 也过得不错耶 但是要租车啦 去环岛这样子 没有出国啦 现在都出国了啦 对 几乎很多都出国了啦 对 那像是远逐啊 校外教学啊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很开心 因为可以买零食吃 对 买零食吃 普通时候没有办法的 像你说你是吃什么 我们那个年代 苹果是非常珍贵的水果 啊 带苹果 苹果不是现在的苹果 我们那时候吃的苹果很珍贵 可是现在人看到这个苹果 它不会吃了 因为不好吃 不好吃 现在大家吃的苹果 大概都是日本进口的 比较有名 比如说黄皮的 还有红皮的 富士苹果 富士山的苹果好像就是红皮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青森啊 青森的就是黄皮的 大概也都有啦 黄跟红的都有啦 那我们那个年代吃的 都是日本 美国进来的 可是带水果 跟我们那个不一样 我们都带糖果 我还没有讲完啦 五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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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那个苹果翻过来 看它的屁股 它有五个 你那个时候 五个突出来的点 哦 这样子 就五爪苹果 那时候只有两种情况 可以吃到这种苹果 一个是远竹 一个是远竹 一个是生病 真的啊 对 才能够吃得到苹果 很稀有就对了 那现在这个苹果比较不好吃 所以大部分的人 不会吃这个 所以你出去远竹 拿出那颗苹果的时候 他要羡慕的眼光 哇 有苹果 都舍不得吃 还有人带香蕉 结果都压烂了 压烂了 带什么很重要 然后像很多的 六七年级生的话 就会带这个糖果 糖果 这个很多 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对 这个里面有声音 问小芬说 这个糖果吃完了 要干嘛 吃完了就可以装沙子 对 盒子里面装沙子 对 对 就可以玩了 对 就开始来踢 对 九宫阁 对 很多人觉得这个粉 尤其是这个粉 就是要掉出来 掉到手上 排一排这样子 对 踢那个九宫阁 还要占土地 对不对 对 你踢到这边以后 这是我的土地 你的还不能踢到 对不对 这也算是在利用 对 没错 这是远足必备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怀旧糖果 对 还有一种有广告嫌疑 对 可是很多人都会带 对啦 讲应该没有关系 乖乖 对 很多口味 对 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只有三个口味 椰子口味 花生口味 五香 五香口味 对 大概就这三种口味 现在口味很多了 没错 那这是以前怀旧的零食 可能很多人都有吃过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不是叫口哨糖 我们叫嗶嗶糖 会吹出声音来 对不对 小朋友很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刻了 对 这个戒指糖我倒是没有吃过 奇怪了 这女生吃的啊 会待在戒指上啊 我这样舔啊 像棒棒糖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多人这个童年的回忆 不过现在已经不大一样了 对啦 现在随着这个整个经济条件都变好之后 小朋友吃的也不一样 你拿这个给他吃他不要吃了啦 对不一样 现在有手机就很开心 我们那时候吃什么 糖果的话是什么 橘水仙有没有 橘水仙 有没有印象 情人小天使什么的吧 没有啦 就橘水仙啦 比较高级一点叫橘水仙 比较在等级在降的话 就是白脱糖 对 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是是是 大家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印象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 可能会勾起印象 我们来看今天的俗宴呢 也是跟旅行有关 因为很多人旅行的话 最怕就是水土不服 是 所以有句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去到这个地方 他很适应 怎么我不适应 对 对 对 就是水土不服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说 随着实在的进步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对 生活越来越好 就有一点浪费 所以还是要大家想一想 回到以前那个比较物资 没有那么丰富 比较纯朴的那种年代 大家在轻轻的那种情况 叫做轻轻轻轻浪费 浪费 不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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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不行家 不行家都可以 所以说 就是要勤俭 勤俭 不要太浪费 对 对 好 这是跟今天的这个俗宴 是个旅行有关的 对 同时代的进步有关系 那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 当然是天气很重要 是 时间交给家开 来我们来看一看的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云嘉南还有高平许多地方 是来到了对过敏族群 比较不健康的局势的 那气温方面的话 今天一大早 因为云量比较多 所以这种夜间浮射冷却的效应 比较没有那么强 10度以下的 就台湾本岛这一带的平地而言的话 大概就是在山湾 苗栗山湾这一边 9点多度 其他大概都有到10度以上 那跟昨天来做比较的话 马祖金门澎湖大概下降1度3度 那其他地方温度变化也不大 有些稍微下降 有些地方稍微上升一点 外面还是稍微冷冷的 很多地方现在大概都只有在16度上下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天气系统的状况 北边的高压是往南的方向下来 但是离台湾这边并不是很近 所以冷空气的强度没有那么的强 只有来到了东北季风的标准而已 那大概一整天 凉凉冷冷冷比较明显的就偏向在北边 北部东北部 对中南部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等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 高压会逐渐慢慢移动出去 还没有离开 高压要更移动出去的话 大概等到明天 礼拜三高压更移动出去 温度开始往上升 持续到礼拜五 礼拜六冷空气来了 温度慢慢开始下降 礼拜天来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标准 温度更低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冷空气甚至有可能来到 寒流的标准 温度会再更低了 所以下一波的冷空气 第一个比较强 第二个影响的时间会拉长的 目前来看可能要影响的四天 甚至到五天 那至于说降雨的状况 卫星云土看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那台湾这四周围的水气 不外乎就是从西边过来 或者是从东边过来 那西边 华南这附近没有明显的云雨区在进来 所以西边进来的水气很少 倒是在东边外海 因为东北风在这边吹 东边外海很多的水气就随着东北风进来 所以昨天北部东部下雨的时间拉得比较长一点 那这其中大概就是在东北部还有花莲的沿海 雨势比较大一些 那今天东北风还在 不过带进来的水气会减少 所以大概只有迎风面 像在北亚岸东半部还有短暂雨 大台北的平地降雨就减少很多了 只不过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短暂雨的 我们再来从雷达这边看一看 台湾附近这些云层下雨的状况 主要比较大片的云雨区 大概都是在东部的外海 但是东北风在这边吹 我们看到了北亚岸 还有东北部这边还是有一些灰灰的颜色在这里 当然这个不像绿色的颜色降雨这么明显 但是还是有可能这边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况 明天东北风减弱了 东半部的降雨会再减少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那这个是在今天的白天 东半部这边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 大台北的平地下雨的机会降低了 北亚岸东半部还是有机会的 那等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东部这边还是有下雨的状况 但是大部分都是来到蓝色的而已 那随着时间的增加 到了礼拜三明天的白天 东北风减弱了 东部降雨会再更少的 那一样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 台湾上空也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 大概等到了礼拜六冷空气下来之前 礼拜五先有一波水气通过我们台湾 北部东部降雨的机会会再提高 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这个礼拜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现在看到了北部东部地区 今天北部的平地降雨机会降低了 也是因为降雨减少 所以白天的温度有可能稍微往上升 但是东北风还没有减弱 东部这边可能还是有短暂雨 明天这个下雨的机会就更低了 那温度上面也是明天东北风减弱了 温度上升的状况会再更明显一点 那一直维持到礼拜五 礼拜六冷空气下来了 温度开始下降 礼拜天变成是强烈道路冷气团 那温度上面会再更低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有可能来到寒流的标准 温度还会再降 那至于中部还有南部地区 天气相对的比较稳定 未来这一个礼拜 大概都是属于晴道多云的 温度上面的话 也是都是在往上升的 那最近这几天可能要注意的 还是温差比较大 等到了礼拜六冷空气下来 当然冷空气影响到中南部的时间 要比北部晚 所以中南部这边 礼拜六温度稍微下降而已 真正感觉上有变凉 变冷 可能就是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 才会比较明显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大概就云量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 应该还是阴阴的 温度上面高温大概来到21度左右 那中部这边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来到24 25度的 南部地区也是比较勤朗的状况 高温在24度上下 另外在东半部迎风面的关系 还是有一些短暂雨的 明天东北风减弱 这个降雨会再更为减少 澎湖金门还有连江 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在19度上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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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